深深一鞠躬 獻上鮮花 总统蔡英文11号一早 抵达日台交流协会 调研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 蔡总统在卡片上写下 台湾永远的好朋友 感谢您对台日友谊 与世界民主自由人权和平的贡献 正如同他所弹奏的歌曲 花正在开 我们一起继续努力 让更多的台日合作开花结果 总统率先致意 新建议长苏登昌 也和卫副部长陈时中 一同献身会场 针对安倍晋三 对台湾的贡献深深感谢 当台湾最困难的时候 被中国打压的时候 安倍前首相 一直不断的为台湾发声 安倍前首相是台湾永远的好朋友 日台交流协会从十一号中午开始 开放一般民众进入 向安倍晋三致哀 而全国各级政府机关 机构公立学校 十一号下半期一天 以感念安倍晋三 毕生对台的卓助贡献 日台交流协会 驻台代表全日泰 也分享安倍对台湾的心意 安倍总理对意叫我 我的名字 全代表你去台湾嘛 日本和台湾有特殊的历史关系 所以呢 床外的留言墙早已被写满 缅怀领袖台湾与日本人民同感悲痛 三人选李正宗庄会起 Ig小组 差不多